很开心在2019年以23岁的年纪考到了PMI RMP这档证照 我期许自己近年可以完成专案管理技能的里程碑 即便Roger老师在我报名前对我做了心理建设 说着RMP是PMI证照限量发行的专家型高阶证照 要我多加思考会有考不上的威胁 不过我却认为这个威胁可以被减轻 因为跟着长虹一步一脚印 就是此考试风险最好的回应策略 果不其然我拿到了这张证照外 还是以5A满级分的好分数取得这张专家型的证照 长虹的课程不但提供了完整且结构化的介绍 并且包含食物的课程内容更是大大帮助的理论与食物的连结 因为我上的是数位班 变得没有实体课的工作坊来练习并内化这样的知识 并且长虹也提供了线上LINE群组的共好团队 也有教练解惑我的问题 时不时关心我学习的进度 以及给予一些建议与经验分享 而提库系统的题目则是验证我的学习 最佳便衣分析工具 本次准备考试的过程除了根据长虹给予的课程预习 上课复习与检验等SOP之外 同时透过长虹英文心法来增强自己对于RMP这个领域的英文单字知识 减轻看不懂题目的风险 并试着从自身做起 将正确的风险管理观念进行推广 以呈现其价值 同时更内化精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